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通过多年的积累和角逐 最终顺利登上全球头号强国的宝座 随后便在中东地区掀起了腥风血雨 比如说海外战争 伊拉克战争 科索沃战争等等 其中科索沃战争作为一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打击 可以说当时的美国以绝对的优势打压后者 还对其进行了长达78天的轰炸 最终造成1800人死亡 6000人受伤 12条铁路被毁 50座桥梁被炸毁 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 虽然最后联合国介入 北约停止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 但是最终依旧是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 根据记载 在科索沃战争中 美军飞行员子尔科驾驶的F117战机 却被南斯拉夫联盟的萨姆3防空导弹击中 据悉 F117作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 研发的全球第一款隐身攻击机 在1983年服役美国空军 长度大约在20米左右 配备两台F404发动机 最大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100公里左右 而且还能搭载AGM-65 AGM-88等多款导弹 当时属于美军手中的王牌武器之一 而萨姆3作为苏联金刚时中央设计局研发的拦截中低空飞行的全天后进程防空导弹 最高飞行速度大约在2.5马赫左右 采用无线电指令指导的方式 当时赵尔克驾驶F117准备执行轰炸任务 但是安斯拉夫的雷达已经发现了该战机的身影 随后便发射了多枚萨姆3 即便前者释放了大量的幼儿导弹 却被导弹击中幼儿弹之后的碎片划伤 对此赵尔克被迫选择跳伞逃生 并且向指挥部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幸运的是 该信号被执行任务的KC130加油机和E3预警机捕获 最后便开展了救援行动 没有想到的是 南斯拉夫联盟的搜索队也发现了赵尔克并没有牺牲 而是跳伞逃生 并且极有可能在战机残骸附近 幸运的是 北约联合指挥部不仅派出了特遣队 前往赵尔克的信号显示位置 还派出了A10负责支援 只为能够成功救出赵尔克 在此期间 A10在途中还进行了一次空中加油 可是眼看南斯拉夫联盟的搜索队 就要抵达自己的眼前 赵尔克只能冒险选择拿出信号枪 开枪 标注自己的位置 最终 在提军的搜索队抵达之前 成功登上了救援直升机 并在枪炮的系列中扬长而去 虽然在这场较量中 美军的F-117被击中 飞行员无奈选择挑战逃生 但是最终 北约指挥部却是上演了一出教科书式的救援 不仅有空中加油机为战机进行加油 并且还派出地面特遣队进行营救 对此 这场救援行动 足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援救 而且再一次让外界看到了 中东战争时期 美军的强大之处 然后再次让外界给你 地山真是 中传岛 半岸 半岸 银石 中传岸 中传岸